恭喜海绵宝宝洗蹄驾照 经过这么多剂对泡妇阿姨的摧残 对整个驾校的摧残 小海绵这集终于出息了 从此驾照在手开船无忧 这天泡妇阿姨监督学员考试 人家对驾照考的还是轻松加愉快 等轮到小海绵的时候还没等开 泡妇阿姨就开始大出 一秒震作 驾装不紧张的压子 小海绵这一脚油门一起步 大概就能猜出结果了 那家方向盘给你打的 好像那旋转小卓卓 爱的绿旋风 满脸一切尽在掌握 结果方向盘给耗掉了 这回好就不用挣扎了 意料之中把一切交给命运吧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那个老海绵店的 地皮都能给你寄上蝴蝶结 这个功夫两个圆外家的嗓儿子 戴个眼镜在家看标传3D电影呢 电影还没开始 小海绵的船夸撒干进来了 现在这3D电影是真逼人啊 泡妇阿姨快被小海绵气死 巴拉巴拉给他一顿送的 这给小海绵委屈的 张罗大嘴哭得狼娃的往家跑啊 这俩咸鱼傻了吧唧的 自己家房子都让人创倒了 还搁这拍手就好呢 连脸还挨泡妇阿姨砸一下 晚上泡妇阿姨回到家 造的一点河豚样都没有了 你们知道他脚上带这个是啥不 反正是不能离开市局 这时候泡妇阿姨想到一个办法 小海绵在考场开跑船 就是因为恐惧 让他换个地方考试不就得了 哎呀妈感觉自己太聪明了 另一边小海绵造的更没个人样 让人披头盖脸一顿骂谁能得劲 自暴自弃连小窝都不管 泡妇阿姨过来找他 这小海绵吓得从电视机里 从那粉塞长那个熊出 泡妇阿姨猴几猴几的 要带小海绵去考驾照 转眼间来到一个荒无人眼的地方 这是比其宝的郊区吗 感觉周围都是坟劝子 小海绵的驾照考试 就要在这条废弃的路上进行 为了让小海绵克服恐惧 让他默念咒语 这方法就好像给小海绵量身定制的 他根本不是不贵 太紧张外加注意力不集中 小海绵就一直嘟呢这个咒语 拐弯打转向灯啥的 一步都没错 泡妇阿姨抬头纹都快乐黑了 绕圆环一圈 那更是小菜一碟 接着安全平稳加速 吓人巴拉的大直角扑 就拿不倒小海绵 这还是我认识的 那个车技堪忧的海绵棒吗 这咒语念着念着就出现幻觉 感觉自己脑子里只有路 溜光大道一直通到外形 通到银河系 把自己催眠了可还行 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脑洞大开吧 泡妇阿姨小本上的狗狗 根本停不下来 距离拿下驾照 只差最后一项 也是最简单的 安全挺好传 可是这时候 小海绵完全被催眠 没有路瞬间慌了 泡妇阿姨说啥子都停不进去 看着那边有条路 也不管翻新二十一 正命时就往那头开 这回麻烦可大了 小海绵开到石线的高速公路上 才反过味的小海绵秒怂 哪见过这场面啊 周围全是船 现在就连咒语都不管事了 船太多了 根本看不着路 过度紧张 整个人都僵在那了 泡妇阿姨一抢方向盘 给小海绵大绑子给卸下来 叫醒小哥哥 岂能让你们放肆 小海绵撒喝的 把油门当刹车 一脚干到地儿 违规也就算了 还敢逃一翻天了这是 小海绵的夺命大转弯 重出江湖 感觉嗖嗖的 在里边转了个试剂 最后终于踩队刹车 安全挺了下来 船身一道花痕都没有 这可是历史性的一刻 海绵宝宝考试通过 顺利拿到驾照 俩人美的 都喜极而泣 你以为他真的考过了吗 因为离开了市区 本次考试不算数 可怜的小海绵 驾照还没误热乎呢 让人家撕得洗碎洗碎的 影片到这儿就结束了 要问小海绵何时能拿到驾照 估计得向天再见500年 进俩送客 观音走好